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这个名字就是我讲到的中国四大名楼其中的一个叫藤王阁 在今天的江西的南昌啊 不知道今天在听我讲的大家有没有南昌的人 如果你去过南昌的话 你今天去看藤王阁 仍然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要求 比如说有的时候搞活动 对吧 你上藤王阁你得买票 但是如果你能背得出藤王阁序 他说你就可以免票了 那这个藤王阁序是什么呢 藤王阁序也是王博写的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这个藤王阁序 藤王阁诗是在同一个时间写的 这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说当年啊 王博是一个少年天才啊 这个初唐四节其中的一个 对吧 年纪很小 但是是一个超级天才 死得也很早 命运这个比较惨 说王博什么时候去的这个藤王阁呢 不同的说法 有的说法说他13岁有的说法说他22岁有的说法说他在临死之前29岁啊 说的比较多的是29岁的但是呃最重要的不是说他多大去的而是说他这个去藤王阁的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就他本来是去呃 访亲的去看他爸爸的说他爸爸在那个交址那个地方做县令 今天都快到越南了 对吧 结果他途经就经过了呃 呃 藤王阁 结果当时呢 藤王阁刚好是重新修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藤王阁啊 这里边这个王这个藤王到底是谁 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弟弟啊 叫李英 英儿的英 因为李英当时呃在这个镇守南昌这个地方的时候修了这么一个阁 所以我们叫他叫藤王阁 然后又到了后来几十年之后你知道中国古代的建筑是很容易坏掉的 呃这个后来呢在这个南昌这个地方啊那个都都有一个都都姓炎 就是炎王的炎啊 这个炎都都呢就重新翻修了一下藤王阁 结果在翻修了之后呢还邀请了当地的各种文化名人来到这个藤王阁聚会 同时呢要求大家在聚会当中写诗 因为唐朝宋朝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啊 诗词的国度 所以大家一般情况下到了一个名胜古迹 到了一个这个或者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来聚会 大家都要写诗的对吧 写了很多诗那最后出一个集子 这个集子前面都有一个什么呢 给所有诗歌的序言啊 所以这个时候一般就会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 或者是名气才气特别大的人 来给大家把这个序言写出来 那当时据说这个炎都督啊 已经找好了写序言的人了 是谁呢 就是他自己的女婿 他就准备让自己女婿出个名啊 然后就提前安排好了 说你在家里给我好好把这序言写出来 对吧 可能也找了各种名师给他改一改作文 对吧 最后都已经提前打好草稿了 结果呢 在这个聚会当中呢 这个炎都督就顺带着客气了一下 他说哎呀 你们有没有人能够写这个序言呢 一般情况下 这种时候大家都认识对吧 大家都说 我们写不了 就一般问这个问题 大家肯定都知道 是已经提前安排好了的 但是谁知道呢 这个座中有一个年轻人 直接站出来说要不我来写 然后大家一下都蒙了啊 这个炎都督也蒙了 这个年轻人是谁呢 就是这个王博 王博当时正好路过 对吧 路过的时候 结果他大言不惭的就要写这个序 结果当然炎都督当然就非常的生气 但是这个表面上的面子又抹不开 说你要写就写吧 于是王博就开始写 一开始先去写的时候 不当回事啊 说豫章孤俊 红都心腹 兴奋一枕 地劫横卢 然后这个炎都督一边看一边说 这就是俗套 对吧 老套 就各种给他挑毛病 结果一直写写写 越写越好 越写越好 后来写到 落霞与孤雾其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 炎都督就呆了 他说这种文章 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能写得出来 后来结果写写写写写到最后 这个王博把这个腾王阁序给写完了 写完了之后呢 满座皆经啊 因为提前没有任何准备 他就是个路过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腾王阁序成为了一篇千古名文 今天我们要去腾王阁 还有很多人到腾王阁上去背腾王阁序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跟当时的腾王阁序一起写出来的 还有一首王博的诗 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首腾王阁诗 这个诗为什么会存在 就是因为当时在这个腾王阁的聚会当中 每个人都要写诗的 腾王阁序是给这个诗的集子做一个序 那王博在写序的结尾 他说了个什么呢 他说这个一言均赴四韵俱成啊 情洒叛江各清路海云尔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好 我接着序写完了 接下来我再给你们来一首诗 诗我也给你们写出来了 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写了 所以整个的这场聚会当中 在当时的社会名流全都被这个阎嘟嘟请到了这个腾王阁上来 但是在今天除了王博的序和诗留下来之外 其他人所有人写的东西都没留下来 你就知道王博的这首诗和这个序写的有多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王博的这首诗写腾王阁诗 腾王阁诗跟腾王阁序还不一样 序的话它是一个文章 它很长 但是你可以很从容的展开 对吧 就腾王阁在什么地方历史上叫什么今天叫什么 然后在天上对应的星位是什么 在地上所处的位置是什么 然后曾经怎么怎么样 现在怎么怎么样 今天谁谁谁来了 这里个高棚满座有哪些人哪些人 对吧 可以续写很多的东西 但是如果是一首诗 它只有这么长的容量 我们怎么能够把现实 把历史 把这个景物 把人文全部融合起来写好 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难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王博写的腾王阁诗 当然了这首诗 如果我们真正的一首好诗的话 绝对不能仅仅的去写说 这个腾王阁里有什么 这是不好的文章 所有的文章好 都是因为它能够表达人的心 所以才好 在这里这是我要着重的跟大家讲的 包括我们去做所有的精读的东西 我们什么叫精读 一方面是读得很细 读得很精 另外一方面 我希望大家明白 最后读来读去 读的是人心 读的不是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子 比如说腾王阁诗 我们今天如果让大家去写一篇作文 你去写写腾王阁 很多同学就开始写 腾王阁在哪个地方 腾王阁长什么样 对吧 腾王阁这个票多少钱 是不是 但是其实呢 写文章最重要的最后是要表达什么 是要表达你的心 就是你到了腾王阁 你的感受是什么 你想到了什么 对吧 腾王阁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震撼 给你带来了什么样的感受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来看王博写的腾王阁诗啊 他的第一句 腾王高阁临江主 一上来就非常清晰的告诉你 腾王阁在什么地方 一上来就告诉你 腾王阁在什么地方 并且这个腾王高阁临江主 什么叫江主 就是江上的小州 江上的沙州 说腾王阁坐落在江上的沙州之上 他前面就能看到滔滔的江水 对吧 这叫腾王高阁临江主 同时写出的是现实 就是我今天看到的样子 那第二句叫什么呢 第二句叫配玉明鸾 霸歌舞 大家知道这个玉 鸾这是什么东西 玉是古代的达官贵人 君子身上佩戴的配饰 因为这个玉这个东西很温润 我们一般是代表君子 代表高贵的人 那如果身上配玉的人 往往这个人的身份就比较的高贵 而且这个人的品德比较的高尚 我们也经常讲叫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对不对 那什么叫鸣鸾呢 这个鸣是鸣 这个鸣儿叫鸣鸣 这个鸣鸣往往是拴在马的脖子上的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讲这个鸣儿响叮当 就是马在往前走的时候 它脖子上有鸣 那一般情况下这种鸣鸣 还是比较高贵的人 那个马的配饰 所以这里边其实 配玉鸣鸣 霸歌舞 你要注意这句其实写的是声音 写的是声音 什么声音呢 想象当中的声音 过去曾经在这里有过的声音 比如说什么声音 人们配着玉的人来到这里 走过来叮叮当当的玉响 驾着鸣鸣之车的人 驾着鸣铃之车的人 走这个马 马铃儿叮叮当当的响 然后再就是在这里唱歌的 跳舞的各种各样热闹的声音 然后他用了一个字叫霸 这个霸就是停的意思 就是在今天 在藤王阁上 你已经听不到当年的那个热闹的那些声音了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他有一种时空感 就这个是一个空间感 这个是一个时间感 这个是一个现实 这个是一个想象 说当年的藤王阁 因为曾经是藤王所在的地方 所以当时有无数的达官贵人 都曾经来到这个地方 在这里面欢迎 对吧 在这里面开宴会 开party 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而且来的人身份极其的尊贵 配欲名乱 而在这里面歌舞生平 如今全部都 全部都已经停了 你看他的第一句 既有现实又有历史 对吧 既有实写又有想象 既有空间又有时间 这就是王博的藤王阁诗的开篇 藤王高阁临江主 配欲名乱霸歌舞 说今天已经听不到 曾经在历史上存在的那些声音了 那些华贵的声音了 那我们今天还可以看到什么呢 后面这两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画动昭妃南溥 朱莲木卷西山雨 什么叫画动 画动就是那个古代的建筑上面 画着的那些彩绘 就是大家如果去见过一些古代的建筑 你知道比如说 它的柱子啊 它的那个阁的上边那一层上 经常画很多的彩绘 对不对 我们叫这个叫画动 朱莲呢 这个就大家就更熟悉了 因为这是一个阁楼 这个阁楼往往是要有这个窗帘的 对吧 要放下这个朱莲来 那这个画动朱莲其实是他在今天的腾王阁上看到的东西 也就是说我今天如果要去写腾王阁 我写什么 我写腾王阁有画动 写腾王阁有朱莲 但是有画动有朱莲就代表这个地方比较的高雅 比较的高贵 但是画动是什么样的画动 朱莲是什么样的朱莲 接下来王博对于画动和朱莲的描写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他说画动叫朝飞南浦云 南浦就在这个江西南昌这个地方 木卷西山雨的这个朱莲这个西山 西山也在南昌的这个地方 所以他告诉你说画动上画着的这些 好像是早晨飞来的南浦的云朵 就大家都见过这个画动 你想象一下很多的画动上面画着的是不是云 很多地方画着的是云 他说这个云简直是什么 跟那个天上的云没有区别呀 就好像是南浦的云飞到了画动上来 就是这个画动上边的画有多么的生动 你就感觉到了 他简直就像是南浦的云飞上来了 而且是早晨的清新的云朵飞到了画动上来 那朱莲呢 我们经常讲卷朱莲 那这个朱莲是什么呢 朱莲上面往往这个莲子 上面一串一串的朱子 对不对 那他把它比喻成西山雨 好像是卷朱莲的时候 不但把朱莲卷起来了 连同西山的雨滴一同卷到了朱莲当中 所以你就感觉到这个句子写出来的是哪个字 一个字 其实表现了一个字 藤王阁的什么特点 大家想象一下 画动昭飞南浦云 朱莲木卷西山雨 表现了藤王阁的什么特点 如果用一个字来代表 说这个地方画的简直是天上云彩直接飞上来 这个画动 然后这个朱莲直接就把天上的雨水给卷上去了 你觉得表现的是藤王阁的什么特点 非常好 表现的就是这一个字 叫高 正因为它高 所以它画动上的云跟天上的云柔为一体 分不清楚 正因为它高 所以朱莲可以木卷西山雨 大家想一想 如果藤王阁是在一个地洞里面 你能写出画动昭飞南浦云吗 能写出朱莲木卷西山雨吗 所以这里面其实仍然表现的是藤王阁极高 而且说不但壮阔 而且简直像是在天上的阁楼啊 对不对 美如天上的阁楼 这个叫做画动昭飞南浦云 朱莲木卷西山雨 同时感觉又有云又有雨 好像跟这个周围的大自然 跟天气又融为一体 那写了这么高的这个藤王阁 接下来写完了高 它又写什么呢 开始写低 怎么去写低呢 闲云谈影日悠悠 就是它写到了这个藤王阁的上面 然后它写藤王阁的位置是什么 是临江主 你看它所有的文章 其实是从第一个句子展开的 第一个句子叫藤王高阁临江主 写完了高 我要写它临江了 怎么写它临江 写天上的云彩 全部投在这个面前的江水当中 这个叫闲云谈影日悠悠 就天上的东西投到了地上 然后误唤星移几度求 就这样不知不觉的过了一年又一年 一天又一天 时间就这样逐渐的过去了 天上的东西逐渐的投到地上 然后地上的逐渐就这么流逝而去 最后一句说 这就讲什么 讲说藤王阁是怎么来的 藤王阁是因为这里边有一个王爷 这个王爷是李英 叫藤王 对吧 他也曾经是这个皇帝的儿子 杭高祖李渊的儿子李英 那他说这个弟子如此高贵的人 如今在哪里呢 还在吗 不在了 剑外长江空自流 所有的以前高高在上的东西 最后全部都不见了 全部都被时间给冲走了 只剩下了这个剑外的长江 还在那里不停的奔流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是一种历史上曾经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甚至是天上一样的人物 如今在现实当中 全部都被时间冲刷走了的感觉 对不对 就这样一种物是人非的 这种对历史的感慨 那我们再仔细想一想 最后这一句对应的是什么 是不是刚好对应的是前面的 这句配玉名乱罢歌舞 所以这首诗非常的有章法 王博不愧是一个写偏体文的人 他的文章特别特别有章法 这个第一句其实是一个总结 是一个总起 他写藤王阁什么呢 第一叫特别的高 高阁 怎么表现高阁 画动昭飞南浦云 珠连木卷西山雨 能够把天上的云彩飞进去 能够把天上的雨水卷进去 还不够高吗 第二他写他的位置 临江主 怎么表现他临着江水 你看这是高 这是低 对不对 这是在天上高不可攀的东西 这是在地上随着江水流走的东西 怎么去表现他是在江前面的 他写 这是什么意思 阁中弟子金河在箭外长江空自流 这个句子 发现了吗 他这个文章是非常非常有章法的 前面这个是他的井 后面这个是他的情 这个井是什么样的井呢 是简直是通天的高阁 但是面前的江水流淌不息 奔流不息 通天高阁又怎样 闲谈云影日悠悠悟 悟化新极度秋 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来 然后他同时由这个景 想到的情感是什么 是在历史上有过的那些华贵 有过的那些尊宠 全部都留不下来 你看这就是这首藤王阁的诗 阁中弟子金河在箭外长江空自流 所以王伯来到了藤王阁 他想到了两个 第一个他想到了历史上 曾经在这里有过的所有的尊宠荣华 第二他想到了如今所有的尊宠荣华 全部都已经成为了过眼烟云 全部都已经烟消云散 所以是不是立刻引起了 他对历史的感慨 对人生的感慨 对吧 就历史上有过的这样的人又怎样呢 阁中弟子金河在啊 只剩下了面前奔流不息的江水 箭外长江空自流 你看这就是一首非常出色的 写景物的写建筑的诗 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的去写一个建筑 写的好绝对不是说 这个藤王阁里边有这个有那个 这个是这个颜色的那个是那个颜色的 而是说通过看到这个东西 你想到了什么 对吧 你有哪些情感 以及你有哪些想象 有哪些联想 你对这个人生发出了什么样的感慨 这才是我们一首好的作品的关键啊 这就是王博的这首藤王阁诗 所以呢 以后大家如果再去藤王阁 除了你说我可以背这个藤王阁序之外 你可以提一个高级要求 对不对 你可以问问他 你会背藤王阁诗吗 如果背的话 你说我也可以免票啊 我不但可以背这个藤王阁诗 我还可以给你讲一讲 藤王阁诗到底好在哪里 好 那我们今天的第二首呢 就是一起来读这首藤王阁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